9月28日晚,歌神演唱会又一次破了记录,再次抓到了三名逃犯,这已经是累积在歌神张薛尤演唱会上抓住的第十名逃犯,已经是杀的歌神是真的神,今天小编就好好的巴一巴,那些年歌神为国家行政事业做出的折着功勋。 9月28日晚8点,石家庄和北奥提中心,张薛尤世界巡回演唱会石家庄展胜大举办,而与歌迷们同样兴奋,都还有石家庄警方,知道薛尤歌的强大力量,石家庄警方特地严防死守,调集警地和技术设备,等着这帮逃犯送人头,结果,通过对笔技术果然入网三人,国泰民安张薛尤,恐怖如斯, 大老呦呦呦呦,三名逃犯分别是,涉嫌故意毁坏财物安的奇谋,涉嫌发读了宋某和申某,接下来是今年雪友哥的战绩表彰大会,隶属一遍雪友哥的军功章。 Fast the Blood 4月7日,那场演唱会今年的Fast the Blood,是在4月7号的那场演唱会,当时全国经为天人,原来雪友哥的演唱会还有这种功能,简直就是神操作。 Fast the Blood,这位逃犯欧盟,顺利入网,开启了雪友哥的超神之路,经调查,他是江西詹树人,因为涉嫌一起经济案件,被詹树公安列为在逃犯,他从詹树开车到的南昌,还带着朋友和妻子。 Fast the Blood 4月7日,干周演唱会开启了为国文明,摩世的雪友哥彻底发挥了自己国泰民安属性,半全开,这次上门的刘某就是第二枚军功章,雪友哥设立Fast the Blood, Triple Kill 5月20日,嘉兴演唱会5月20号当时有嘉兴演唱会,逃犯云某在检销时就已经被警方锁定了,但是因为当时的赵明和元朝,不太好实施抓捕。 最后警方蹲点的演唱会结束之后将其抓捕,这位因为买了11万块钱的土,都没有付钱的哥们,成为了所有逃犯中最幸福的一位,起码听完了整场演唱会,简票时闪现,逃脱了的丁梦演唱会结束后,还是被撞过泰民安。 将雪友的神级操作,已经成了86中的顶级Buff和肖静腾的羽神Buff齐宁,成为网友们心目中的绝对难以突破的神级Buff。 警方的绝对福音,6月9日,金华演唱会这两位人凶,为雪友哥的群工张上送上两个人头,直接刷杀。 从另一个方面,正是了雪友哥的魅力和杀伤力,金华警方嘟勒了,现在的情况是,雪友哥到一个地方开演唱会,最开心的不是歌迷们而是警方,简直就是千里送人头,现实版的顺风快递,歌迷,啊,雪友哥要来开演唱会们好开心啊。 警方,太好了,今年的业绩有了,这家伙是个道歉犯,也是雪友哥的歌迷,而在演唱会开始前,警方还招了一个因为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,最被福建警方上网追逃的逃,犯,顺利完成一场杀杀,并且团灭了对面,Killing Spray7月6日,和浩特演唱会已经学英勒的警方,在演唱会还没开始的时候, 就已经在和时间唱观众的身份信息,结果成功抓住了王母,这位忠实的雪友哥歌迷,一个月前来到呼和浩特,专程前来膜拜雪友哥,猫语前往,可以说是很忠实的铁粉了,结果还是落网,只能说雪友哥迷的魅力是真的大,就算是坐牢也要面积偶像。 他们那天7月8日,洛阳演唱会洛龙教寻大队民警,在演唱会现场附近执勤时,发现一车辆存在交通违法,随上前了解情况。 经查,贾车男子提供德个人信息与其本人不符,身份可疑,经洛龙派出所民警进一步核实,原来该男子从563公里远的武汉赶到洛阳,就是为看张区友演唱会。 目前,该男子对冒用他人信息,无证驾驶行为共认不讳,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,据悉,洛阳演唱会现场署署,还抓出一波黄牛党。 正在核实中,Gate Like7月13日,危害演唱会3日下午15时许,危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,其侧只能改制进屋系统报警。 发现一名与盗窃嫌疑人与某体冒特征相似,驾驶摩托车的嫌疑男子,警方立即追踪盘查,在体育场附近成功将其抓获。 经查,此人,2016年耶稀旋道歉被上网追逃,Legendary 9月21日,穗宁演唱会,据成都商报22日消息,21日晚19时40分左右,穗宁河东体育中心,正值张学友演唱会穗宁站第一场检票的时间,市民张女士发现一名男子正在爬遣妻丈夫的财物,她立即将对方扭住。 执勤的民警,也赶了过来将嫌疑人担货,并在该嫌疑人身上,又查获了一部YouTube手机及一部iPhone6手机,精神讯,犯罪嫌疑人行动,当天下午重梅山的罪宁作案,当天二十三十三十分左右,都在演唱会三场室。 执勤民警又打,获了一名爬遣嫌疑人长谋,当时该嫌疑人正在爬遣一名学生的手机, 结果被受害人发现报警,而在该嫌疑人身上,民警也查获了另一受害人的手机。 前天晚上的施家庄演唱会,张学又迎来第十杀,网友们纷纷翻出了之前的经典对联,以表达自己的钦佩之情。 而对于几次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抓到逃犯,张学又曾恢复说,你不在我的演唱会被抓,去便利店买东西也会被抓,我也多谢他们来看我的演唱会,无论是什么人我想都需要娱乐。 最后送一张图给各位逃犯听说,张学又演唱会下一站,在咸阳,而咸阳公安,你们准备好了吗?就是你,别走,我们监狱见,学又歌经历许多次演唱会的垂液,终于成为窝泰民安的代表,歌神剧中的战斗神。 在咸阳公安。